终于找到1981年的阅兵视频 许是有将军霸气 分裂是威震四海 我们可以从1981年的阅兵视频中看到 当时中国军队的雄壮气势 作为阅兵士上的重要角色 中国军人是国家形象最好的体现 威严的目光与坚定的步伐 无不展现出对祖国的无比自豪与忠诚 分裂是整齐华一 每一名士兵的举手投足间 都透露着军人的威武与硬朗 而南京赌城的阅兵遗世 被大家称为显为人知的精灵点兵 进行检阅的是 许世友和聂凤志两位将军 这场阅兵与1981年 华北张家口大阅兵一样 都是在特殊时期举行的 但是无论哪个时间的阅兵仪式 都是中国军人对世界的宣告 展现出中国军事力量的精悍与纪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回顾一下中国的阅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一军旗 色更红 这鲜艳的旗帜卷起了时代的飓风 军旗 凝聚着我军所向披靡的力量 军旗 刻载着我军革命征途的历程 军旗 军旗是我军荣誉的记录 勇敢的标志 光荣的象征 走在南京汽车运输部队方队后面的 是南京部队的女兵方队 越北戏中国加强战备 抄北四皇 一看三吃 加油 任把青春献国防 不爱红装 爱武装 紫金山下起巨蓝 这是英雄的海军指战员 在他们中间 有西沙海战的功臣 有参加南太平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的勇士 革命的队伍 年轻的兵 战斗的青春火亮红 三十二年前 先辈们高举光荣的战旗 把胜利带到中山古城 今天他们不武堂堂 口号声声 把保卫祖国 保卫四霸的决心 向人民群众传颂 这是江苏 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 刘奎基同志率领的江苏省军区的帮队 他九四富伤 身上留有十六处伤疤 但他革命意志像钢铁一样坚强 向战斗英雄致敬 向革命老战士致敬 向继承老一代革命传统的人民子弟兵致敬 人民关怀热爱自己的队伍 人民的防化兵 通讯兵 决心为保卫祖国 向新的军事科学技术高峰攀登 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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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架 开架 开架 光荣的八一军旗 记载着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丰功伟绩 战斗的八一军旗 所以我们永远高举弃您 护卫着您 东特的八一军旗 拉开 威武雄壮的阵容 怎能不想起老红军老八路的身影 听到这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怎能不想起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历程 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向部队致敬 此刻他们的心情该多么激动 当年曾率领这支英雄部队横扫敌寇 如今新一代战士更加英勇 八一军旗在前面引导 陆海空三军舰儿心中充满自豪 他们代表全军广大纸战员的心愿 向党祖国和人民汇报 贡献责 贤献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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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